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切成冰 别融化了眼泪 你就都化了 要我怎么记得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歌唱小教室 我是Calvin 今次我们来讲这首歌 就是继上一次周冬这条割浅的影片之后 很多粉丝就叫我做下周冬的各局分析 本身我是自己想私心做《风》这首歌 不过其实一直都找不到一个 完整版高质素的Live 如果有观众朋友有的话 记得一定要传给我 在头痛之间竟然让我听到这首 超越CD版本的最长的电影 我们事不宜迟看这首歌 究竟应该怎么唱好它 去片 这首歌 千萬美 愛是不是不開口才珍貴 來到這裡先停一停 其實周董在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唱錯了芭蕾這個歌詞變成世界 但OK的 完全不覺得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已經改了這個 腦海中海在旋轉 去到一個新的版本 這個也是有時看Live的福利 經常有寂慶的改變 這裡不得不提的就是 其實這段影片裡面有幾個難點 就是我們在周中介紹過 修煉愛情這首歌裡面 一樣都是有一些轉音 這次的轉音其實比修煉愛情更複雜 例如他做了那個 轉去了誰改變 記住轉音一定不能夠媽媽夫婦處理 一定要整個轉音讀出來 有蠻慢慢練到快 才有一個完整的轉音 另外你看到這個 Long Be 更加是一個轉音 加假音的combo 所以我用黃色highlight 標示了一些轉音的位置 這一段其實不是很難的 基本上轉音和假音 你唱清楚就可以順利過關第一段的主歌 好了去到副歌了 我們來聽一聽 第一次的副歌 第一次的副歌 短短的幾句 但已經很難唱了 我們為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這首副歌的最高音的音 就是一粒假音 就是C-Sharp5 和各淺一模一樣 但難的地方就是整段歌 今次都徘徊在E4和A4中間 眾所周知的男人 男生最難唱的區域 大概在E4和G-Sharp4中間 大概在這幅圖裡見到 最難唱的韻聲區 而且今次的韻聲區 還要整個Scale上升了半度 所以難之又難 而且最變態的這一句就是 首先在八粒音 先有一粒就是最高音的C-Sharp5 假音 然後主菜送你四粒 G-Sharp4 再加一粒A4 甜品還要多震兩粒F-Sharp4 所以整句都是癡癡癡癡癡 又是扯鏡套餐必備 我經常都說 這個難度係數 我真的會比98.98分 因為就是超難唱 在這裏 我就和大家一齊試試練這一段 那怎樣唱呢 首先我們用一個Open Vows來唱 大家可以選擇 Nah 或者Bah 來唱 試試不同的Vows 看看哪一個有利的 我們試試盡量把嘴型打開去唱 不要理會任何感情 OK 我們試試 把這首歌的軟Key唱一唱 軟Key是E key OK 我們來吧 不需要以為在乎 OK嗎?這樣做的時候 希望將你的聲帶的 muscle memory 記住 這樣就能夠唱到 如果你仍然唱不到,怎麼辦? 這個時候,除了下面留言給我 就是真的要來上我的課 Sing Suu Academy 的課 已經是夏季初班和中班 開始了招生 還有小量名 除了我,還有其他老師 如果你想認識不同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WhatsApp群組 WhatsApp群組會有不同國家的同學 跟你一起去探討關於歌唱的技巧 如果大家不熟習什麼是混音 可以看看我EP24和25 如何去唱混音 因為這條影片很值錢 值多少錢? 到時你會看到這段影片是buildshits 可以嗎? 我們大概第一段就有這種感覺 下一段再變態一點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都會不會念一下 你只想要做的話 會不會消失現在 還是不是 你開口才藏貴 你塞給我 她給我 憲衝來 讓我拔起一切證明 別人忘了 輸淚 你一場都換了 又我怎麼記得 記得你叫我忘了吧 記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說你恢復 不是因為在我 我們來這裡停一停 首先我們先講一講關於主婦歌 第二次主婦歌其實主歌不太特別 改了一點點音 不過不提的就是主歌的休息時間真的很短 幾句之間他又要再來副歌 真的想休息一下也不行 周健良今次在演唱的時候 真的用了一種非常閉合的方法來演出 做Mixed Voice我們都說過 一定要有整大閉合才做到 這個時期他基本上屬於一個巔峰的狀態 你看到他所有的F-Sharp去到A音這些字 竟然可以用一個比較扁的掌握去做 這件事其實真的連我自己都不行 本來男生其實都已經扯到心口了 所以你見他還是很治癒 可以見到他當時的功力 真的真的非常之深厚 OK 不過有幾粒音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當他唱這個 扯邊的邊 當他唱和贏和陣的雜誌標記出來 這些Vios都比較扁扁扁的 盡量一唱的時候都不要太扁扁 因為其實你聽到 即使在巔峰時期的他 都有一些聲音不是太乾淨 有些拆拆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嘴型太細了 導致氣流沒辦法在嘴順利的出來 就會造成聲大有太大壓力 這個時候你聽到有些擠壓的感覺 例如這個 其實聽到聲音不是太乾淨 建議無論是初學者 還是老江湖的你 都不要這樣做 盡量在Mixed Voice的時候 都把嘴巴打開 始終我們不是周動的 行不行 OK 我們聽完最後最後這一段 留意一下剛才說話了 所以說話了 如果我怎麼記得 記得你找我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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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回哭 不是也會在哭 不是也會在哭 不是 不是 這個也有點扁扁的 OK 總結一下 這首歌真的非常難唱 大家儘量記住 千萬不要刻意去模仿周杰倫的唱腔 這件事真的很難 上一次擱淺時也有說過 模仿了他就變成模仿 你就不是有一個特色 他是第一個人做出來才有特色 最後想說一點 有同學不斷問我一個問題 究竟周杰倫這樣唱歌的方法是否正確呢 其實就這樣說 他又不是維持著嘴型扁 也要跟他平反一下 因為有些高音的位置 他也有打開嘴巴的like Jai Jang 這些字其實他有OpenValue 是做到一個很漂亮的Mixed Voice 其中一個主要元素 但我經常都說 歌手都是人來的 天王都是人 未必有樣東西真的可以做到教科書 而且我經常說 這個世界中最厲害的歌手 最好的聲樂老師 有時在唱Live的時候 都會加一些 欲緊的元素 甚至是錯的元素 令大家聽起來更加投入 和更加有感覺 只要你有一定的功力 有時做這些事 真是為了臨場氣氛增加 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不要太執著 究竟歌手的唱法是否正確 至於我們唱歌的時候 會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痛啊 癢啊 這些就是不對 行不行 我們自己要去衡量 還有如果搞不定的話 一定要找一個合資格的聲樂老師 例如我 他教大家 其實這些歌曲分析的系列 希望令大家 可以更快掌握到 和唱到自己喜歡的歌曲 至於唱得好不好 記住 一定要找自己個人風格 不要太在意唱得好不好 慢慢你會隨著時間 一定會有進步 今天歌曲的分析系列 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以及對你的幫助 記住 我們每個星期三和六 都會有新的影片 是關於唱歌的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麻煩大家真是給我訂閱 和Like這個頻道 還有記得分享給你唱歌的朋友 CLS三部曲做齊了 那麼我們這些廣東話的頻道 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行不行 希望下個星期再見到大家 有任何東西 記得留言留給我 拜拜